為了加緊生育子 心者的術導 立立憲報 衛生保理部的憲報室 傳播說會參加英國的作法 在後憲報的專業 將會來設一個生育子的專業辦公室 辦公室可以在一年來 就來完成生育子的心者的流程 以下每年的完蛋是死 讓一些鑑證的病人 可以兩者來使用鑑證的生育子 減輕經濟的負擔 鑑證已經年少四十一年 是個人十多歲英第一名 為加速新育心者的憲報 減輕燃料經濟負擔 為何保健保署要參加英國的作法 在憲報中亞以外 另外設置新育專業辦公室 初期五選一億 希望讓新育心者的流程 為現在將近兩年的時間 減低到一年 按正每年關等正路 因此這個單位我們希望在明年的一月一號 就可以正式來運作 憲報署表示 新育專業辦公室主要是進行醫療科技 蘋果HTA 將對壓上精團 由聘和療程中進行 認成效益分析和經濟分析 那經過的蘋果 在憲報寄付對一條進入 獲益會議 另外有症癌申請兵性森渣 當時送死皮膚室 申請有症癌申請健保激部 不過有學者建議 等我們來看 那是要提款健保中亞行政論 正確保國人的醫療 核佈品質有受到保障 如果我們的健保的總額是不足的 癌症新藥跟這個所謂的新藥的基金 這個預算不足的一個情況之下 還是很難讓我們的病友 早期的拿到這個癌症新藥的一個治療 另外這對療法不確定 這就是在部長期生活來感情新藥 是幾歲到有 癌症這就是新藥基金來處理 比如就一兩期營成試驗 晚上還沒人又急避性的訴求 在時間來沒法度決定 是不是第一件不急避的有聘定 健保訴求條 也就是要收集相關的資料 目前就下時間也沒決定 記者綜合報道